歡迎收看五星新聞網 我是徐俊相 帶你挖真相 鬼道經濟學 真的是拼經濟的萬鈴丹嗎 今天我們帶你來看到 是4400億的特別預算 引爆了諸侯大亂鬥 甚至喊出了天龍跟地鼠 到底誰比較大喊 善小喊 我們就帶你問一個問題 彰化需要捷運嗎 火車火車你是要開去哪裡去 當然天龍國人 你也不能太了解 我們今天要帶你來看到的是 低薪高房價之下 活在天龍國裡有多少是 地鼠他們在痛苦著 今天一開始蔡總爺 立刻就要來告訴我們 那些年誰把房價炒高 炒房現行計 黑手現行了 對 不過我們先講一下 最近企業總裁批評說 年輕人太高 其實他沒有看到的 這些年輕人出國尋求小缺姓 其實有深深的無力感 無力感 你說不是我害怕 實在是比較欠賣賣賣 對啊 人生當中最大的支出就是買房 我怎麼會存錢 但是我現在買不起房 這就是無力感的一個來源 現在內政部營建署公佈一個數字 你感覺房價好像下來對不對 2017不是說買氣也動起來嗎 對啊 所以房價所得比應該要下價 沒有 現在買房史上最難 最難啊 你看一下 全國平均是9.35倍 這意思就是說 不吃不喝要9年多 才買一間房 9.35 蔡總 這個跟我的認知有一些落差 我想像痛苦的 約莫就是12 13 14 15 甚至飆到16 9.35可能還好一般般吧 沒有 這是全國平均數字 這是史上第一次突破了9倍 我們再看一下 你應該要看一下 新北12.7倍 突破了12 台北15.47 直逼16 還有 我們看一下 到底台灣現在的一個經濟 這樣停滯的時候 什麼是合理的皇價所得比 這個前財政部長張聖河說 7到8倍 7到8倍 所握金流檢查的央行說 5倍 這個差太多了 7到8倍也好 5倍也好 你告訴我哪一個都 6都哪一個都有符合這個標準 這樣的話以他們的標準 你我都不應該在6都自殘 痛苦死了 我告訴你 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買不起房 再過來更嚴重的 貸款的負擔率 一輩子的侮辱 我們說專家告訴我們是 333法則 皇貸之中不要超過你 所得的三分之一 全國現在平均的數字 你看可怕的數字 38.49 快40% 所以你以全國來講 全國已經去平均到比較台東 或者是嘉義 或者是更遠的縣市 不是只有台北 台北不是更重了 新北的話52% 台北市將近64% 開玩笑 我一個月60%都來養這間房 我還要幹什麼 所以天龍國那天龍國 裡面一堆地鼠 望著這個房價望高心態 我買不起 對啊 所以我們說那個企業總裁 就是沒看到這個地方 我不買房 我不要每個月拿5、60%來做房貸 我拿起來以後 我出國無房 是 帶過來你可以看 你一定覺得那個 我們剛才提那個問題 明明房價不是跌了 為什麼房價所得比還在創高 兩個原因 第一個 房價跌不夠 第二個 經濟沒有成長 薪水沒有增加 你來看 這是2016的第四季 跟第三季 這個比較 全國的話 不過跌了1.6% 這房價跌這樣 意思意思而已 所以你說 半壳貝類 透算還沒透過 今天你說對 我這樣價價給你 我讓利換成交 等於說大家還在管我 你還沒有讓購 要不然這個負1.62 你應該摳克進場才對 大家還在等 對 甚至我跟你講 還有漲的 台北還漲2% 就是啊 台中還漲快1% 好 那我現在你看 我們台北市 這個是平均的一間房 要2000萬 我現在是一個20歲的這個年輕人 我進入了職場 月齡 這個30K 我假如要買台北 買一間房 我把它算一下 你大概要存55年 20歲進去存55年 75歲 我還要買洋宅嗎 乾脆買陰宅還比較合理 我跟你講 講這個實在是非常辛酸 蔡總你說一個沒所謂 當年你在25歲進職場的時候 一個月的薪水要買一間房 跟現在的25歲 一個月薪水買一間房 那是天差地遠 對啊 所以那時候很容易 這個總裁就是沒看到這個地方 當年要買房 只要你什麼 努力做規劃 很容易 也許在35年裡面 就完成了目標 現在30年50年都不見得完成 其實我們拉開時間軸來看 不用太久 15年16年20年好了 不要超過20年 有兩個時間 大家給他記起來 2003SARS 2008金融風暴的時候 那個時候 如果你有買到的話 這樣算你好聞 沒有買到 你真的連車尾燈 跟都跟不上 甩得老遠 蔡總會來告訴我們 買不起房的民眾 我很初買不起 你好歹讓我知道 誰把房價炒高高的 對 房價所得比這麼高 老實講 有它客觀的環境 比如房價跌不夠 或者我們剛才講過 薪資不成長 但是有主觀的 有人炒 黃仲跟銀行員的勾結 把這個房價炒得很高 你剛說 黃仲跟行員 這是非常隱晦的 台面下的交易 為什麼會爆出來了呢 這次抓到了 你看 有一個陳姓黃仲 其實他是黃仲 今天什麼 投課 2010到2011的時候 看出雙北市 黃仲 這時候 臨機一動 我怎麼樣 黃低買進 黃高再賣出 然後我要賺這個價差 賺價差的時候 我本錢又不夠 我拿那一點點的投機管 但是呢 我從銀行如何搬錢 哇 找到了 在核庫受信部 有一個賴性的行員 找到了內應了 內鬼啊 他們的手法 我們破解給大家看 先找人頭做假對保 這些都違法 黃產來做單薄品 對 然後呢 審查的時候 這個賴性的行員 利用職權 護航 而且高估單薄品的市價 三個點點 這個點點最最關鍵 他透過他的整個職權上的便利 他高估了 等於是說 他協同這個要來貸款的 這個 投課 然後搬銀行的錢 給他 標標準準的 換罪行為 是 所以澄清房仲 從雙倍 投資了五到六間房 這個至少還查得到檯面 事實上也許不只好 是 從核庫 炸貸出 一億多元 他心肝很大 你今天正正當當 這麼好的企業 你在核庫銀行 你敢做這種狗屁倒灶的事 而且有對價關係 你來看一下 每一次案子成功以後 陳姓房仲 就給賴姓行員 私下包兩萬到五萬的紅包 五萬那就是另外再發一個月的薪水的概念 對 然後請這個 去高檔的日本料理 甚至來安排到東區的高級酒店狂歡 喝花酒 最後受害 兩個受害者 第一個 房價炒高 全民受害 第二個 銀行 這樣 你因為你高估擔保品的市價 最近 黃地產不好 是 這個陳姓房總統 黃者賣不掉 賣不掉以後 他想說 反正這個高估的 我就乾脆 這個貸款 把它變成什麼 貸賬 對不對 那不就是 你這是公股的 你這是公家銀行 就是全部浪費人的錢 對啊 所以這一次 核庫損失 也損失了三千萬 現在核庫最新的表示說 全力配合檢調 而且有案情向上升高 因為 只有賴性的行員嗎 難道裡面 有蓋印的這些相關的 銀行的主管 沒有護航嗎 哇 這裡很嚴重 那我們也不要小看 其實民國80年代的時候 台灣的銀行 就在那一波長達十年 黃地產不景氣的時候 很多都是高估單薄品的市價 爛頭寸 收不回來 超過一兆 沒有聽錯 超過一兆的一起還款 最後全民賣單 好 蔡總講到這個地方 今天我們邀請到季鴻 基本來告訴我們 你也見證了多頭大家 有錢大家賺 即陰卡八個年代 炒房黑影床床 你還看到什麼 這個案子畢竟是犯法的 那比較少見 我們講比較常見 比較正統的做法 還有正統的 這當然是有正統的做法 就是當年房市在往上衝的時候 像您剛剛提到 SARS期間剛出現的時候 那一過完之後 房價不是往上衝嗎 那時候大家的反應 還沒有那麼樣的快速 那後來呢 開始投資客發現到 房子是持續的往上看漲的時候 那進去就有很多的花樣 為什麼 首先你要從結構上看起 銀行他是靠放款的那個利息 當作他的收入 所以他對放款這個部分 他是一定得放 不然 你存款都跟他拿利息 他會虧損就倒掉 所以他一定要放 所以你要來跟我借錢 我很開心啊 你要來跟我借錢 我很開心 那我要借錢的時候呢 我也會選 我要選有單保品的條件比較好 所以各位知道 房貸的利息會比信貸來的少 對不對 那再來 信用好的人會比信用不好的人好借 那這是基礎結構 所以就產生了呢 那時候房地產市場上面的正統做法 什麼叫正統做法 比如說我今天買這個房子是一千萬 那我貸款貸八成是這個八百萬 我一個月其實只有繳四萬塊而已 那可是呢 我隔壁這一間呢 我一千兩百萬買的時候 那時候還沒有實價登錄的時候 我送同一個銀行送件的時候 我這一間一千二的 就把我這一間原本一千萬的 也拉到一千二樓 所以我可以徵貸 或者是信用貸款 去擴增出來 然後再去買下一間這樣的情形之下 我買一千四買一千六 它就變成所有的房子就 水漲船高的這樣漲起來 一個區域就形成就起來了 所以這算是一個比較正統的做法 不太需要勾結 因為那時候在沒有實價登錄的時候 它本來就是以銀行自己的交易紀錄去為準嘛 就銀行的那個白紙黑字說了算喔 銀行的那個白紙黑字交易紀錄去算 那我曾經有過這樣的交易紀錄 我就可以合估這個區域的房子的房價 認同說它是到這個水準 我說一個沒所謂的 你利息一日你 找起工來交給銀行 我們半邊什麼民間啊 你賺到了房價的利差 我賺到我的利息錢啊 對啊 而且徵貸出來的那個錢 再拿去還利息 還下一間的利息 其實都還有多了 所以那時候有很多投資客 因為它信用很好 它存在銀行的錢可能不動 然後它用這樣的方法 從銀行徵貸出來 繳少少的利息錢 然後因為那時候 成交的速度非常快 那時候大概是一年大概在 40萬件的移轉動數嘛 比現在的24萬左右高太多了 所以幾乎就是 你一簽完買賣契約 後面已經有買家在等 那一手盤一手的情況之下 價格就很容易一直往上攀升了 好 今天我們聽到了 蔡總跟我們全盤端出了 當年這個炒房的一個結構 黑影已經全盤端出之後 時代的正義是正義嗎 不算正義 為什麼 房子你也炒上去了 我橫數我是買不起 現在終於等到它翻轉 2017 蔡總來看看一下 都說買氣在動了 現在會是買房的時間點嗎 剛才我們講 房價所得比還是居高不下 其中一個關鍵的原因 就是房價跌得不夠 我們印證一下 國菜金控 發表了景氣樂觀指數的調查 你看一下 它在這個現況 就是藍色這個部分 是樂觀的 然後景氣的展望 是未來也是樂觀的 都創下了差不多去年 下半年以來的高峰 所以大家對景氣 對各方面是看好的 但是劃風一轉 問一下你要不要買房 天都沒錢 大家都說沒 你又很關心房市房價跌夠了沒 你又不買房 那是代表你的確有需求 可是現在房價是你負擔不起的 大家都想買 想買 可是不想當第一個 我晚一點買說不定有機會更便宜 對 高達71%的人認為 現在不是買房的時機 而且你要買房 最多的人就是高達34% 說你房價要跌到合理 我才來買這個房 聽這個 倒講回來現在有點阿Q 為什麼 當年買不起房等等等到現在 還是沒買房 但是我至少還在觀望 我一毛錢也沒有付出去 可是 對於當年相信房價只會漲不會跌的 那些人來講 現在就苦了 對 我們來講一個 很多的年輕人 一輩子努力 就希望能買間房 但是老天爺回報他們 就是房價高高高高 我們就講一個台中的麥克 其實他收入很不錯 7萬 蠻厲害的 但是他好不容易喘存存 存到了200萬的頭期款 我再跟銀行借500萬 但是要總共加起來 不過700萬 計算不太夠 所以只能看什麼 看中股屋 天啊你在台中 現在北屯那些地方 650 500萬也買得到 他每天看 終於2016年的年中的時候 看到一間 15年的中股屋 趕快 非常新聞 這一間我也可以買得到 趕快去跟房仲談 房仲說 開價人家要開22萬 22萬的時候 這是多好少 什麼概念 他22萬其實對他來講 他覺得高 因為他沒有辦法負擔 對 所以這個麥克 就跟房仲講 你去跟屋主講 趕快把這個房價降下來 我有誠意要買 結果房仲說 人家就是不讓 還叫我乾脆走開 你不要再來談這些事情 2016 2016房價已經折下來了 就去年中而已 對 屋主還是這麼硬 對 後來又看到了一間的時候 這次應該有機會 因為實價登陸 我看到那個價格 是我理想中的一個價格 又找這個黃仲 是 結果沒想到被黃仲又打強了 黃仲說 你不是這樣算 麥克不是這樣 來我算給你 白紙拿出來 我說算算 你不能只看那個實價登陸最低的 你應該看一個整個區域的平均 結果算下來是怎麼樣 麥克也看不太懂 但是最後他只看得懂了 人家黃仲算出來的數字是25 開玩笑 你之前22我都簽約了 所以你看 你講了實價登陸 林業老師在這個地方談的時候 他就講說實價登陸 你去對比高點的時候 打八折給他打下去去談就對了 就當場被洗臉了 對 所以麥克真的是心灰異能 結果回來的時候 路上就打了一通電話給哥哥說 你看 我們沒有副爸爸可以靠 以前聽阿爸你講的時候 買房 這個就跟買車一樣 一下子就過去了 現在買房真的很累 我們看到這個麥克這句話 我們來看看店頭 在市場實際觀察到的 今天都是房屋的廖執行長 歡迎你來 來跟我們談一談看 年輕人比較賺不好的 低薪高房價 這個厲害喔 他月入七萬 連他都要感嘆說 我不是靠爸一組我買不起 爸爸青春一座山 你在市場上看到有這個情況嗎 有喔 我講我先補充一下 剛剛這個房價所得比 確實現在來講 當然房價好像大家都講 降得不夠高 不夠低 大家來講就是說 這樣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說現在一粒一休下去之後 我也看到很多 本來可以加班 現在沒辦法加班的 其實所得 現在收入越來越低 也是一個趨勢 這很嚴重 這個其實是年輕人 其實要去擔憂的一點 那我想最近來講 我們講市場上來講 確實 買房的大概就兩個族群 一個就是幻屋族 就是中壯年的這些族群 再來就是手購族 那手購族有一個現象 人家也很恐怖 手購族來講 大概有兩三成 是自己的努力打兵來的 大概七八成都是什麼 都是屬於靠爸族 爸爸媽媽然後幫你準備自備款 然後幹嘛 要貸款讓你去繳 所以你說 第一類的那種換屋族我沒差 我家賣掉 我有一筆賬進來 我換房子而已 那另外一個是我們關注的 就是現在很多觀眾朋友 年輕人的出出要買 他這種你如果買什麼 如果沒有那個 付爸爸付媽媽 你沒有辦法換 你沒有自備款啊 很多是這樣沒有自備款的 像我最近 我們在大安區 年輕人來了 那收入也不錯 夫妻倆加起來大概超過十二三萬 那他買了 買到一千五百萬的房子 因為他自備款有三百萬 那也OK嘛 自備款三百萬 大概貸款個一千二 每個月繳在六 大概六萬塊左右 可是買不到他想要的房子 他只要個兩房 他就想住大安區 他想要大安區啊 信義區這一帶 又開玩笑 艷麗都笑了 對啊 一千五百萬 所以後來呢 就只能買到這個 我們後來那是成交大板橋去了 就買兩房加個車位這樣子 那這些來講 因為現在年輕人來講 房價鎖得比 尤其台北市是非常高 台北市現在也高達十五倍了嘛 那現在來講 你要真的要一般人 沒有父爸爸 沒有那種 然後靠自己要買 那真的是很少 那所以我會建議說 現在年輕人 如果說你真的現在 有心要買房子 那不用急著 一定要當這種 所謂天龍國天龍人 你可以試著當當忍者歸 稍微 還沒成功之前 稍微忍耐一下 住幹嘛 台北市可能郊區一點 可能北投 士林 或是這個文山區 這些都還不錯 不然就是往 這個新北市 在近郊這邊去找 至少先求有 再求好 這樣子你才有辦法 有買到一個房子 他剛剛講到了天龍 又講到了忍者歸 我們現在就來講講看 也是兩種動物的戰爭 親黃給我們看看 為了4400億的特別預算 人家說 軌道經濟 講下去 經濟就會叮噹起來 現在變成諸侯大戰 大家要來搶這筆錢 我管你是天龍人 我管你地屬人 反正搶下去 先搶先贏 我們就問你一個問題 搶到了錢 那麼多縣市員 你都不講 我們來講 山海匯聚的彰化 熊蓋後的地方 出最多老師 最多法官 最多讀書人的地方 這個地方需要捷運嗎 火車火車 你是要開去哪裡去 好 我們看進去這個狀況 因為我們小英總統在拼這個 拼經濟 有一個很重要就是 前瞻基礎建設 這個前瞻基礎建設 預計要花8800億 這是總經濟 然後在這個8800億裡面 又有4200億 是落在這個 所謂的軌道建設上面 我們已經看到 軌道建設的幾個先鋒部隊 他們已經拿到了 你看基隆輕軌 80億 大新竹輕軌 200億 高雄捷運 這個新環線的 黃線的部分 也是1758億 這三個縣市 恭喜你們入袋為安 對啊 這三個縣市一出來之後 其他縣市長看了之後 怎麼樣呢 大家搶翻天 因為你看 這個加起來280 加上去的話 差不多2000億 4200億 還有一半要搶 所以你看看 各縣市長怎麼表態 你看 新北市長朱立倫說 哎呀 三環三縣市 雙北700萬人 期待的不可以忽視 然後呢 桃園市長鄭文燦說 北北基桃 一小時軌道生活圈 高雄市長陳菊也說 高雄不能再空白10年 所以你看這邊有1758億嘛 然後你看 台中市長林佳榮說 這個捷運藍綠線 再爭取延伸千萬千萬不要什麼呢 這句話講得很經典 不要在 縱北侵南 然後望台中 我要說 這也為是又掀了一次潘朵拉的盒子 為什麼 中南部的鄉親長覺得 你們都站在台北看天下 我們在中南部 我是比較小的嗎 對 所以這個話講起來聽到 是很嚇怕的 熱血噴髒 沒錯 所以小英總統在上個禮拜五的時候 也宣布了一項大禮物要送給彰化 什麼禮物 彰化終於要有捷運 彰化要蓋捷運 沒錯 他要把捷運從台中 延伸到彰化市這個地方來 為什麼會這樣子 是因為在彰化市這個地方 本來就有一定的通勤的人口 要到台中去上班 所以本來在上下班的見風時段 他就是塞車的 連台鐵都坐滿 所以這一段確實有需求 但是問題出在哪裡 在彰化縣政府規劃的捷運當中 希望這一條你看到綠色線沒有 它是希望從這邊延伸到哪裡 延伸到河美鎮 延伸到鹿港鎮來的 很好啊 鹿港 這麼樣的一個觀光的聖地 這樣子不就不可以把客人拉進來 很好啊 但是很花錢啊 你看要花多少錢呢 綠線的部分你看 這總共花多少錢 是295億 而且彰化縣政府又另外規劃 你看藍線的部分 藍線的部分還要再花125億 所以在地的觀點 就有怎麼分析呢 分析說 這個通勤的部分 我們有需要 可是彰化地這麼大 這些地方人口分得又很散 那在這個情況之下 大家都習慣說怎麼樣 開車啊 那你真的蓋起來的話 到時候對大家效益 可能實際很有限 而且這一段搞不好 是要賠錢的 所以千煌你說 我剛剛那個假設 犯了根本上的錯誤 為什麼 捷運他是給在地通勤用的 你如果講到了觀光 講到了所謂外地人的話 他用捷運的依賴程度 尚不及當地人 對 所以當然就有很多 負面的聲音出現 比如說 像這個前金管會主委 現在的立法委員曾明中說 他說彰化市人口 23萬人足以撐得起捷運營運嗎 那他為什麼會這樣講呢 因為捷運通常對地方的財政 負擔都很沉重 我們來看看台北捷運的狀況 台北捷運我們都知道 台北人已經習慣了嘛 你剛剛講 天龍人都已經習慣台北捷運了 所以你看他運量是快速的成長 是沒有錯 人這麼多他應該賺翻了吧 202萬人次 錯 他基本上他的運輸本業 運輸本業基本上還是在賠錢 連虧十幾年 平均一年大概要賠上5.9億 所以台北捷運 是靠周邊相關的運運 比如說什麼分道的店面出租 或者比如說廣告 來把它補過來才有賺錢的 那這個都已經 你看每次跨年 每一次過那種大節日 擠得烏烏壓壓的 這樣本業都還要賠5.9億一年 對 那你再看看高雄捷運的狀況 高雄捷運也是一樣 連續虧損了8年 說到了去年的時候 終於出現了7400萬的盈餘出現 看起來有賺錢了對不對 但是這個 他們就想要說什麼呢 說這其實是 那個折舊18億的費用 把它拿掉之後 看起來才出現了這個 7400億盈餘的狀況 所以其實 曾明中委員他講了一個更重的話 意思是這樣的 我不是這麼精準 轉述他的每一個字 他是說今天你硬摘的果子 不甜 大概是你硬搶到這4200億其中的 一筆錢 你把錢已經蓋出來了 蓋子鐵到很容易 可是蓋了之後也是 縣市地方政府 破產 崩潰的開始 他就是財政上的一個壓力 我想講到了 北捷 這麼賺錢 人這麼多 尚且一年賠5.9億 季鴻你的觀察 我提供一個數字就好了 就是 中正區 台北市12個行政區 人口最少的是中正區 是16萬人 那彰化是23萬人 可是土地面積差134倍 所以你知道這樣的人口這樣散開 你捷運要去做這個運量 彰化那個捷運會賺錢 我看真的很不容易 所以 為什麼現在那個軍公教在那邊抗議 你就知道這個錢如果這樣花掉 跟他們那個比起來 亂花錢才是比較恐怖 所以清皇剛剛講到了 為什麼一通車可能才是 地方財政崩潰的開始 是因為 你搶到了這個4200億 不可能全部給你 你拿到了一部分去蓋的話 你其實要自酬一些款項對不對 沒有錯 所以你看看這邊 整個這個計畫的部分 這有好幾個 都是跟軌道有關的建設 這個建設裡面 你看 現在邊特別預算的方式來處理 是4241億 沒有錯 可是後續你有沒有看到 總經費其實是要多少錢 多少 總經費其實是要9558億 還差了5000億 5000億的缺口 這個不是天上會掉下來的 地方政府你努力去搶的時候 你自己要拿出來 不可能仰望政府餵奶水的 就是中央政府跟地方政府 到時候還想辦法再去籌出 這個落差的這個經費來 所以呢 你看這個政大地政系的這個教授 徐世榮徐教授怎麼說 徐教授在這裡面 幾乎站在強烈反對的立場 他說這軌道建設是一個 通往地獄的道路 你看用詞用得非常重 為什麼他這麼說呢 他說這個前瞻計畫的軌道建設 這個部分 內容寫得太粗躁太粗躁了 他說這個比大學生的報告都不如 好 我們現在說到底 就是說 這一筆4200億的特別預算 縣市政府都來搶 誰搶到誰贏 趕快把軌道蓋出去 蓋出去之後 你能不能賺錢 才是問題的開始 對 我們講到 我們有一個神拜天在頭前給你看 日本 小子話我們都說日本對不對 今天的日本 明天的台灣 當你亂花錢 蓋成了一個蚊子建設的時候 日本也是我們的老師啊 對 因為大家不是反對建設 建設大家都支持 但是大家怕什麼 怕蓋好之後 變成蚊子建設 變成蚊子管 那你看看日本的這個 這個叫東京灣的跨海公路 東京灣為什麼要有這個跨海公路呢 你看喔 從清夜線來到東京這個地方 你看他來這邊上班 是不是要繞一圈過來 這一圈過來 搭車大概要花一個半小時的時間 所以當時的日本政府想說 那我就從東京這個地方 你看這是東京灣對不對 是 我直接拉一條這個所謂的跨海公路過去 變成只要半個小時的時間而已 這完全有十足的正當性 時間的利益 還有整個邊境效益的提升 你結灣取值 從90分鐘 變到30分鐘之內 你就能到了 沒錯 所以你看看這個東京灣的跨海公路 很漂亮對不對 它就從這邊進去之後 然後就進海底了 然後就一路通到這個千葉這個地方來 你看這是簡直鬼斧神功 對 碧海藍天 這個路走著走著不見了 沒錯 但是這樣的一個碧海藍天 看起來很漂亮的公路 你知道花多少錢蓋的嗎 多少錢 花了一兆4400億日幣 這是什麼樣的一個天文數字 你看 路走到不見 因為鑽到地底去了 它結灣取值 簡短 大幅收斷你通勤的時間 對 就算兩個兆也沒有關係 因為你不是說 它完全有十足的正當性 問題就出在這個地方 它這全長15公里 花了一兆4400億來蓋對不對 蓋得也很漂亮 你看喔 這個道路啊 15公里還有休息站喔 而且 你看這麼漂亮的一個人工島 它是幹嘛的 你知道嗎 你看看 這樣的一個人工島 它其實就是這個 東京灣跨海公路怎麼樣呢 它透氣的一個地方 這個是它的鼻子啊 沒錯 所以你看 這樣是建造起來 看起來非常的豪華 而且看起來也不錯 對不對 那最重要的是我們希望它帶來的效益 是什麼 比較重要 所以本來希望說它可以帶來 五兆日圓的經濟附加價值 你剛剛說了 我們投了一兆多 我可以回收五兆 怎麼算都贏啊 怎麼算都贏 可是問題出在哪裡 你知道嗎 民眾不買單 為什麼不買單呢 你看看 我告訴你喔 這個千葉高速公路 如果你是開車的話 這個所謂的高速公路的通行費 是多少錢 多少錢 一趟是1200塊日幣 然後你如果搭的是JR 就是日本的國鐵的話呢 搭過去大概是740塊日幣 所以你說 今天這個就耗時嘛 你光是搭JR就90分鐘 要開膝肝 但是 因為花你時間 所以價格最便宜嘛 740 開車其實也蠻久的 但是1200塊 那這是什麼概念啊 你知道捷彎曲子 你要走這一段 要付多少通行費嗎 我是知道會貴一點 要多少錢 那你覺得是多少錢 乘以2 乘以1.5吧 我告訴你是多少錢 本來我們說這一趟是 你花久一點時間是1200對不對 是 這一段捷彎曲子 竟然在通行費 要高達4900塊日幣 天啊 所以 我知道沒辦法 你今天說的時間 又不是說到四分之一 結果你收的錢 是我的四倍 大家當然不會用它 所以民眾的 對它接受度非常低 所以你看 本來預計要有3.3萬車次 通車這一段通了之後呢 結果只有怎麼樣呢 只有1.1萬的 這個運輛的車次而已 然後呢 日本的交通大臣 還出來告訴大家說 大家放心啦 我們未來 要把4900塊的通行費 降到4000塊 4000塊還是貴好不好 對啊 4000塊還是很貴 900塊你怎麼會有感覺呢 所以你知道 差點有民眾要丟它雞蛋 你知道嗎 所以鬼斧成功也好 你說 說滿它的經濟效益 說它的正當性 都有都具足 可是是不是蚊子館 是蚊子館 沒有錯 如果你從它的實際狀況來看 它就被當成蚊子建設 那除了這個 所謂的東京灣的跨海公路之外 還有沒有其他的呢 還有嗎 有1988年的時候 那時候的日本首相叫做 中貞跟康鴻 中貞跟康鴻呢 他是從哪裡出生的人 他自己的家鄉爭取建設 爭取什麼呢 那個時候日本要做 所謂的這個 新幹線的這個長野線 那新幹線的這個長野線呢 中貞跟康鴻特別爭取設站 設在哪裡 設了一個所謂的 安中貞民站這個地方 就在我們現在畫面看到了這個 這個是他們的新幹線 咻咻咻對不對 我們都知道新幹線非常的快 那這個站呢 就叫做安中貞民 那這是日本首相 這個中貞跟康鴻 他替他家鄉爭取的 但是我問你一下 這個是剛剛還沒正式啟用 在試車階段 所以我們看半個人影 這怎麼回事啊 當然不是啊 是因為這邊使用量本來就很低啊 這個已經是 這個正式啟用了 你知道這個站是日本 新幹線裡面使用量最低的 根據統計 平均一天可能只有兩百多人次而已 所以我們的好朋友 這個政治大學的蔡貞佳教授 他那時候還特別 跑到這個站去看喔 他到這個站去看的時候 發現什麼事情 他說他等等等著 等著兩班車 有一班車根本沒有人下車 那有一班車呢 只有兩個人下車 那蔡老師就說 他說他還特別跑下去 看那邊在排班等著計程車 他說他看到計程車司機 躺在計程車裡面睡覺 但他很好奇嘛 他就特別跑去問這計程車司機說 他說司機司機啊 來你們這個站的到底都是哪一些人啊 結果你知道司機怎麼回答他嗎 司機很不耐煩的回答他說 都是像你這樣子好奇的人才會來這裡 你笑了對不對 我但是就載沒人家 整百歲了 你說沒辦法有的沒有的 好 謝謝清皇 這個是日本的經驗 我們真的可以做一個參考 他參之時 再來國外要帶我們來看到 這個朝鮮半島昨天我們也關心 今天繼續要關心 這已經拔掉了嗎 我們可以放心了嗎 因為太陽日過了 他也就射了那一枚 四秒鐘之後也就爆炸了 應該不會有事了吧 且慢 因為北韓放話 一個星期我就要射一枚 我就要試射給你看 看起來還有的緊張 沒有想到 在這個情況之下 我們有一所高中喔 他們要去避旅 很害怕 居然要一邊避旅 可能要一邊躲空襲防空洞 這什麼跟什麼啊 這是什麼 這是達人女中 他們要去畢業旅行 那這次選在韓國有沒有 就是去首爾啊 購物啊 理論上首爾應該很多青少女 就很開心對不對 但是這次碰到北韓的威脅 怎麼辦呢 家長都好緊張 請問一下 那你們去安全嗎 那學校竟然第一時間說 如果害怕的話 其實你們也可以選擇不要去啦 那如果不小心 他可能半開玩笑這樣講 如果不小心在打仗的話 你就找防空洞躲起來就好了 家長一天就嚇到 我又不會講韓文 請問防空洞在哪裡 不可能也不知道 不是這樣子 不是懂韓文不懂韓文的問題 是如果你都要我躲防空洞 我去幹嘛 你讓我身陷險境耶 對 而且呢 這個實在感覺很危險有沒有 所以達人女中的學務主任 就出來滅火 他就說其實我們已經決定 只要旅遊警示呢 亮起紅燈我們就不去 所以這個行程我們也會調整 當然會優先考量我們學生的安全 但是俊相 你真的覺得現在去韓國 就算亮起警示灯不亮的時候 你也會覺得它安全嗎 觀眾我就要問這句話就是說 今天達人女中這個話題 到今天都還有很多人討論 不要去就不要去了 有什麼好去跟媒體告狀的 還要寫成一篇 可是問題是我們回到問題的核心 現在在南韓旅遊到底 安全還不安全啊 這個人是脫北者 北韓以前特種部隊 他服役六年叫做李應吉 他是一個軍官 這個軍官呢 他跟這個每日郵報來講說 其實呢 這次北韓的特種部隊 他很有可能鎖定觀光客來下手 把你綁走 綁到北韓去 就是造成這個世界上的一個群世混亂 等一下 惹毛你的是美國人 那我資訊南韓觀光 我可能會變成人質 你就可能真的變人質 為什麼呢 他說最好的情況 這個特種部隊在綁架這些觀光客的時候 有沒有 把你帶往北韓 可是如果不行的話 我就直接在這裡夾起來 就綁架你就對了 不論如何呢 這些人知道最後都不會活下來 你知道這個壓力到底有多大 你知道嗎 因為北韓真的什麼都做得出來 然後北韓特種部隊呢 是這個精英中的精英 而且他們都是這個情報中的 這個非常精英的一個分子 所以說呢 他們基本上呢 潛入都是韓國人 所以他們潛入到了南韓的時候 改變他所有的服裝 你根本看不出來 再來 他們所有人輪班 每一個班每一個班 去記錄各國大使館的位置 電話號碼還有車號 他每天這樣注意 哇 有什麼車輛這樣進出 所以呢 當他們要綁架 南韓的外交官 觀光客跟外國商人的時候 他們都有一套 很有這個計畫性的一個部分 聽到這個地方 大家就會覺得說 一開始我會覺得達人女中去玩 說阿朵空襲 我覺得是開玩笑的一句話 可是 如果連他們的北韓脫飛者的 前情報人員 特戰隊員 都講出這樣子的話 那真不是開玩笑 過去不是沒有發生過 真的不是沒有發生過 而且他們最厲害的是什麼 他們還會帶劇毒 這個劇毒不是殺別人的 是殺死自己 比清化假還要五倍的劇毒 所以換句話說 他們對自己都那麼殘忍了 那麼他們執行任務有多鐵血 來看看 1968年1月發生了一件事情 叫做青瓦台事件 當時北韓代號124部隊 有31名突擊隊員 他們要趕到南韓 要做什麼呢 意圖製造混亂 目標是要刺殺當時的總統 叫做補正希 是 那結果為什麼這個事情發生 你知道其實這31個人 都已經潛伏在各個地方 其實都有六個人 他假扮成南韓的軍人 他要去怎麼樣 在青瓦台就要執行真正 要去刺殺總統的一個任務 結果離目標只差100公尺的時候 你知道他們當時全身上下 看起來就是韓國的軍人 一模一樣 他們長相也一樣 講話也一樣 口音都已經練過了 結果你知道這個 南韓的警方很盡責 他一看好像這個時間 這個軍人出現在這邊 我們來問一問 哈拉一下 結果走過去盤查的時候 發現說 從這邊一路這樣看下來 奇怪先生 你的鞋子 我鞋子怎麼了 怎麼跟我們的軍人 長得不太一樣呢 你到底是誰 那馬上衝鋒槍就拿出來 然後開始駁火你知道嗎 所以在那個年代 一雙穿在北韓 特戰隊員的交鞋 露了線了 六個人 駁火之後 哇那現場不是 糟糕了 完全是沒有辦法收拾的場面 而且這六個人 他們甚至拿出手榴彈 直接往那個公共機車上這樣一丟 所以當時 當後援軍體來打盪的時候 這六個人 有五個人是直接被擊斃 有一個人被活捉 可是活捉的人 在開車 在救護車上 他就直接咬那個毒物 那個繡畫甲 那個毒物 自殺身亡 所以他們對自己 也非常的殘忍 然後你看當時中央日報 這是韓國的中央日報 都寫出來 五個人射殺 一個人聲捕 頭條來報導 所以這後來南韓 大規模搜捕之後 又打死了22個人 身服一個人 其中有一個人比較特別 他是後來 人民軍總政治局的副總局長 補載慶 最有梗的是最後這一個 你中彈了 你已經有傷口了 你死定了吧你 結果他真的很厲害 這個補載慶 他就一直捂著傷口 然後就一路這樣 跟人家開槍 一路這樣逃回了北韓 你知道嗎 他中間幾乎只有 只有一點點的自己 做一個爆炸傷口的動作 結果後來回去 果然成為北韓的大英雄 他後來是人民軍總政治局的 副總局長 那北韓特工隊這次 只花了31個人 對不對 那只有兩個人生還 但是打死了南韓22名軍人 兩名警官有88個平民 所以他們對自己都這麼殘忍 也是使命必達 是完成任務 等一下回來來看看 年輕人稱自己的男孩 是地獄朝鮮 地獄朝鮮年輕人現在到處搜捕 養了多媽媽 為什麼 不要走開 說到北韓大家永遠 因為看不清楚 所以更想看 但接下來我們給大家看到這畫面 保證讓你看得清清楚楚 說到他們的特戰神神秘密在於 你剛剛講到四個字 人間兇器 真的沒碰風 而且真的視死如歸 所以你知道訓練有多精實 像這樣視死如歸的特種部隊 北韓有20萬人 是 有步兵組就14萬人 特殊部隊6萬人 所以他們極端的訓練 是多麼的厲害 你知道嗎 透過我們的畫面來看一下 每天晚餐之前 都要進行這種訓練 仔細看 用頭再釘釘子有沒有 然後直接這樣 每個人都有人接一桌 仔細看 扒開 不斷地用棍棒去打住你的身體 你看他肌肉有多結實 還接受一堆人圍毆他有沒有 看起來根本就是 好像在拍李小龍的功夫片 但是這是真的 實在太厲害了 你知道嗎 而且他們這樣的一個 訓練真的從今日 你看躲飛鏢 有沒有看到 超厲害 他那個是真刀不是假刀 你知道嗎 被射到你就死了 所以這個是 我看那個畫面有點久 這什麼時候 哪一個朝代時代的 他從金正日時代 就是金正恩的爸爸那個年代 金曉晃的爸爸 對 就已經在做這種訓練 所以現在有2.0版的嗎 對 現在2.0版的也很厲害 現在怎麼樣 他政治已經成立了所謂的 防斬首部隊 你知道嗎 防斬首部隊長這樣 你看 每個人看起來 這個我有印象 我跟你講 這個就是在他們 太陽日禮拜六 那個大閱兵的時候 這是隊伍裡面的 黑青烏媽的 我們記得他 這種就是精英中的精英 你知道嗎 什麼叫防斬首部隊 因為美國的海豹部隊 都已經在練習 跟南韓都已經成立了 特首部隊 他們是預備呢 要跟金正恩 跟這個金正恩 可能做斬首的行動 可是你看金正恩 笑著有多開心 為什麼呢 因為他有防斬首部隊 你看他看到這個部隊 走過前面的時候 你有沒有看到他 笑得有多開心 為什麼呢 這群人呢 就是保障他生命安全的 精英中的精英的部隊 手持AK47部隊 你看 一邊舉手 他一定還笑得這麼開心 就說同志啊 我的人身安全 就交付給你們了 臉上塗著 黑色的這些泥炭 泥彩 充滿了神秘的色彩 你看到 女兵踢正步 還要開心耶 對所以證明 金正恩呢 就算是全世界的焦點 他其實還是很怕死的 好 再來燕麗要帶我們來看到 就是現在的南韓 實在來講 內外交迫 對外 我們剛看到了 北韓這樣的一個狀況 然後現在朝鮮戰雲密布 大家還一刻不得放鬆 對內呢 我們看到了 蒲警惠被起訴了 現在一副就家裡沒有大人 五月才會選出自己的總統 這樣的情況之下 地域朝鮮有沒有 地下18層 再對一層 地下19層去了 對啊沒錯 因為現在朝鮮半島 其實真的非常緊張 國內發生了好多大事 南韓年輕人有很緊張嗎 目前看起來一點都沒有 怎麼說 我們來看一下 4月14號 是南韓的黑色情人節 也就是所謂的一個單身節 也就是說2月14號 3月14號 你都沒有收到情人節禮物的人 你一定要來過這個單身節 怎麼過呢 穿上黑色的衣服 喝黑咖啡 吃著這個黑色的雜醬麵 慶祝單身 所以你以為他內外交迫 你以為年輕人苦死了 緊張死了 沒有 金色情人節 該開心一個人Happy的 還是要去Happy 我們來看這個是 真人版的寶可夢 追逐的是誰 追逐的是這個 養樂多媽媽 也就是呢 穿著粉紅色的制服 然後呢 用這個電動車來叫賣東西 你是太贏喔 你不去Pocambo抓寶 你去找這個可愛電動車的 養樂多媽媽呀 找他幹什麼 那就是透過這個新的APP 這樣子的一個下載之後 你可以去了解說 去找這個養樂多媽媽 你就可以跟他買 最新限定版的咖啡跟點心喔 很多這個年輕三班 中年輕女生覺得 哇好棒喔 有小確幸耶 咖啡好好喝 點心好好吃啊 所以好燕麗給我們看到了就是 這麼苦苦悶 他們形容說 一個沒有出口的地獄 怎麼辦 低薪高房價改變不了 但是我可以去搶到這個所謂的 限量的商品 我可以找到的養樂多媽媽 買到喝一罐養樂多 那種爽度是自己的 誰也拿不走 好再來我們要來看看 這是韓國的年輕人 韓國的S8最近就僵了 在台灣才俯上市開放預定 90分鐘CLEAN 但小妍要告訴我們 S8我們看三星 重回2017Q1的龍頭寶座 超車是超級沒差 為什麼 好我們看一下剛剛奇蹟 女孩子男韓女孩子都要手機 那我們來看另外一個奇蹟 叫做南韓三星 這兩天S8機皇才開放預購 它打破了全世界的奇蹟 我們來看一下 兩天預購多少隻 70萬隻這個數字的話 比上一代S7快了10倍 70萬是非常恐怖 在台灣2萬隻90分鐘 全部都被掃光光 相當於一秒鐘就賣了4隻 這樣一個紀錄也是非常非常誇張 我們來看一下第二大市場 印度市場好不好 三星還是第一名市場分為24% 很厲害 重點是它之前是30% 40% 現在也掉到24%了 接下來我們看一下 第二第三第四第五 全部都是中國品牌 在後面緊緊的咬著你 換句話說 中國狼這4匹狼 圍攻你三星一個人 你說他辛不辛苦 所以你可以 這一邊從OPPO聯想小米的Vivo 加起來這個我剛剛算過18 26%已經超越三星了 狼群戰術奏效了 沒錯 但是在這個報告裡面 讓人家覺得更害怕的是什麼 這裡面我們在印度市場 但是看來看去 怎麼都沒有印度的自由品牌 換句話說 這些中國品牌 搶這些印度手機 一年1.06億隻的商機 全部都被中國的自由品牌搶狗了 我們在講這件事情說的是 2016整個的態勢 在2016的年初都還不是這個狀況 換言之 他們被包在第六名的其他了 你看不到半個獨立的品牌 換句話說 你進一步來講 我今天如果是印度的品牌 我不跳腳了 你今天來這邊 吃我的 用我的 賺我的 結果 前五名我排不上 這個Intex的話 是全印度的話 是前兩大的一個手機品牌 這個創辦人他出來講話 他呼籲 政府要多協助本副品牌 尤其是建議什麼 對大陸的品牌 課徵反傾交稅 意思就是說 你大陸品牌 賣越少越好 不要再來影響我印度的品牌 為什麼他會這麼緊張你知道嗎 因為印度 中國不斷是去搶印度的商品 他們怎麼搶 用錢砸著搶 我們來看一下這一個好不好 這一位是寶萊塢的女星 非常有名的女星 很漂亮對不對 但他手上拿的是什麼 是中國大陸品牌 OPPO的手機 你有沒有看到 孰可忍孰不可忍 上面四個字是OPPO 對 換句話說 過去這一些所謂的 一線二線的印度品牌 他吃中國廠幫他代工 吃得非常重 你幫我代工 可是品牌錢是我的 我賺 現在不對 你代工變成你跟我品牌 品牌競爭 他都不會動你 對啊 所以說你廣告還砸這麼兇 還搶我的市場 來看一下這個是代言對不對 我們看一下現在印度的大街 發生什麼情況好不好 一年之前看一下這個大街上面 除了這些韓國LG 其他的話都還是印度的商店 包括印度自己的品牌 最重要是印度的咖哩店 還在 印度一定要吃咖哩對不對 但是我們看一下 才過一年的時間 全部都變成中國品牌佔領 雖然說現在中國品牌全部 搶掉了印度市場 但是印度市場 我們剛好強調 兩三年前他還是很風光 甚至他風光什麼程度 他幹掉蘋果幹掉三星 在兩三年前的時候 我們就要來提一下了 是誰幹掉蘋果幹掉三星 在三年前好不好 就是這一個人 我們大家聽到 有聽過小米 但是你一定知道 或許有一個品牌 你可能知道叫什麼 叫小麥 這個小麥機其實創辦人下馬 他那時候就非常風光 我們看一下他怎麼發跡 怎麼去搶印度市場的好不好 我們知道說印度的手機 就是 我們說 火草 耐燈 還有拼電影 他還要很接地氣 這裡面應該有很多梗 沒錯 所以他搶市場的關鍵是說 接地氣 看一下他怎麼發跡好不好 他在2007年的時候 那時候是個工程師 他那時候在印度的小村落 他那時候看到 怎麼大家都在 圍在一個單車上面 不知道要幹嘛 他就看一下 結果那單車上面 有一顆這個電池 他這個電池 是幫所有的電 幫所有的手機來充電 你知道嗎 他是靠這個樣子在賺錢 因為印度人很多手機 但是沒有地方充電 居然是因為這個樣子在做賺錢 所以他覺得說 手機或許是一個商機 而且有個概念你知道嗎 印度人 有廁所的家庭 你知道有多少嗎 只有一半 印度12億人口 有廁所家庭 只有一半 但是有高達75%的人 擁有手機 你說這個商機大不大 我再跟你補充另外一個想像 一半擁有手機 有這麼這麼多人 可是只有一半有銀行的戶頭 換句話說 那些窮到沒有戶頭 銀行不鳥你的 他都還要去買手機 你看這個市場 所以說這個人他看到商機 所以他來創辦 他自己的一個手機產業 叫做小賣機 他做什麼手機 接地器 什麼叫接地器 一定是符合市場的需求 看一下他做這個 超大電池手機 你看我們一般的周期手機 不是正面長這樣嗎 沒有什麼兩樣 他的側面這麼厚 一般手機的三倍厚 後面全部都是電池 換句話說 他是虎背熊腰 第一個 奶吞奶超變得一 虎背熊腰的這個厚度 其實就是要把這一個 當時第一眼看到的訓練池 給他塞進去 沒錯 就是這個概念 所以你要用很久 因為他們充電太麻煩了 所以他待機時間有一個月 另外你還要耐摔 因為他們常騎腳踏車有沒有 腳踏車很容易掉 一掉的話 如果破掉怎麼辦 所以一定要非常的耐摔 就算汽車輾過去也不會壞 就是這個概念 我以為這個是無線電 Walky Talky在喊的 沒有 因為我長得非常的戰鬥 沒錯 而且一定要雙卡 因為他們都是 預付卡的一個概念 而這樣的一個手機非常便宜 大概是3000到4000塊台幣 相當於國際品牌的便宜大概5成左右 所以說他們有這樣的一個策略的話 果然讓他搶到市場 性價比無敵高 無敵高 背後還有台灣廠商的協助 我們來看一下 客製化的金面是誰 聯發科幫他做的 手機代工當初怎麼做 你幫他做的 郭董的服務士康 來幫他代工的 所以集合這些要素的時候 讓他在當時是說非常非常成功 不過這些所有的成功方程式有沒有 都被中國的品牌大廠給學走了 孰可忍孰不可忍 等一下回來帶您來看這支手機 墨鏡給他帶起來 因為我們可能小心眼睛要被閃瞎了 不要走開 不可思議的印度 要來買賣手機接地器 這真是接地器的極致啦 對 沒錯 可是呢 印度自己的本土大廠 也沒有想過不要反擊 他們怎麼反擊 但是反擊的最大的關鍵是什麼 品質啦 所以說 雖然說還想反擊 但是他做出來的東西 我們看一下 這一支iPhone呢 其實他們有一個當初 這個品牌大廠 做出這個手機 一千塊台幣喔 大家也是瞬間的搶購 但是呢 有人買了之後 你知道發生什麼事情嗎 用用用用 突然下雨了 下雨了好像還繼續用 水滴到了這個手機 但是突然發現 什麼手機突然變糊糊軟軟的 仔細去發現 去拆開 它這個外殼 竟然是紙糊的啦 詐騙集團 詐騙集團 還是另外一個詐騙集團 這一支手機 當初打出來 4塊美金就可以買得到 而且是4吋的螢幕 結果這印度品牌做的 一出來之後 大家也是瘋狂搶購 多少人搶購你知道嗎 7千萬個人去搶購 造成這個網頁瞬間 當機買不下去你知道嗎 結果發生了一件事情 你知道7千萬的人 後來他們發現說領不到 因為為什麼 因為這個人他賣不出去 他420塊錢的手機 他根本就是虧本 所以他乾脆索性不賣了 把錢全權全款就跑掉了 你知道嗎 這是非法襲擊的概念 沒錯 那這張怎麼回事 這張手機就是那個手機 他說他這個是印度本土品牌 然後是為什麼 他脫掉了 他有多大量的東西 他看著 他看著他 是在那些人 就覺得他可以 他就在那一段時間 那一段時間 他就在那一段時間